我们前面把根的 重切割横切的解剖结构讲完了 它的构造说完 接下来讲功能 到底植物如何吸收水根无极岩 由根吸收 吸收完之后 要靠金根叶的叶脉做运输 所以我们先讲吸收 我们植物的根吸收水分无极岩的构造 除了根和它表皮所延伸出来的根毛之外 在高山会出现两个很特殊的新的东西 有菌根这样子的结构 根根流这个结构 这两个是高山才有的 那我们之后会提到 我们还是先复习高一所学到的 根与根毛如何帮助水分无极岩吸收 还有金和叶的木质部 如何帮助水分无极岩的运输 首先先讲第一个 根和根毛吸收主要发生在成熟部 当然了 成熟部最多 延长部还没有功能 那水分的吸收一定靠的是扩散 而且是以促进性扩散为主 这个概念我们之前一直强调很多次 水绝对没有主动运输水的这种模式 因为太浪费能量了 我们都是先主动运输眼泪 建立眼泪的浓度梯度 水只要渗透就可以了 渗透就是指水的扩散 而扩散不用耗能 那无极岩的吸收就有可能透过主动运输了 当然也有所谓的促进性扩散 无极岩的扩散一定是促进性扩散的 因为眼泪浓于水 它们是极性分子 极性分子一定是跟细胞膜 那个非极性分子的子质不护容 所以眼泪要浸出细胞膜 一定要靠蛋白质帮忙 所以一定是促进性扩散 那当然也有主动运输 另外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也提到 这些水跟无极岩 从外面进入到根的中柱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路径 一个叫子体外 一个叫供子体 这个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 就是这个图 一开始你的那个水或无极岩 可以一开始就进入到根毛 就顺着根毛到表皮细胞了 然后再经由这个管道叫原生质时 送到第二层 送到第三层 送到第四层 就一路送送送送 进入到内皮细胞 进入到周鞘 然后进入到这一圈就是导管 哇整个过程都在这些细胞的细胞质里 而细胞质又叫原生质 那这样子相连的细胞质 就可以叫原生质体 所以叫原生质体运输 但有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就进入细胞的 水分跟无极岩一开始可能在细胞的缝隙之间穿透进来 为什么细胞之间有缝隙 因为细胞壁 细胞壁是个松散的组织 水跟无极岩可以在细胞里面流来流去的 因为细胞壁的孔隙很大 好流流流流流流 我们之前不是学到内皮层有卡式带吗 所以卡式带把这边所有的缝隙都堵死了 所以当你的水到这了之后 或是无极岩到这之后 发现过不去了 你一定要想办法进入到内皮细胞里面 所以你有看到这边有个圆圈圈 画大一点 这个圆圈圈 这个圆圈圈其实就是蛋白质孔道 你必须要经过蛋白质孔道 进入到内皮细胞 然后才可以有机会进入到里面的目指部 所以现在如果这个内皮细胞说不准进来 你就不能进去 如果它说好可以进来了 你就进来 所以内皮细胞掌管了很大的权力 它就是海关啊 我让你进来 你就可以进来 我不准你进来 请你原机前返 拜拜 所以为什么根需要有内皮层 它要控制盐跟水 可否让它进出 要管制的 你不能想进来就进来 那还得了 所以这两种路径 不论你是一开始就进入到原生子里面 还是一开始在细胞外 这一个叫共子体运输 一个叫子体外运输 最后都一定要进入到内皮细胞 才有机会到导管 就是木质部那个地方 以上我们就说明了这两种运输方式 好的 这边是指根的部分 那当你根吸收完之后 我们会在根这边形成所谓的根压 好 复习下高一所教的 根压是指 我们会建立所谓的浓度 这样子的浓度梯度 水只要顺着浓度梯度 往里面渗透就可以了 所以你建立了浓度梯度 无积岩的浓度梯度 水不再被吸进来 吸进来之后就产生水压 水要往上推 就是根压 所以根压是透过 根毛皮层内皮层周翘等这些活细胞 透过主动因素的方式建立浓度梯度 然后水就不再被拉进来 就建立浓度梯度 浓度梯度就是渗透压梯度 那这样就造成根压了 这是第一个作用机制 然后第二个叫毛细作用 毛细现象 当水进入到细细长长的 那个导管或夹导管 就通过附着力内皮力 让水往上推 它是个辅助性的力量 好 第三个叫增山作用 当叶子的气孔打开 水分增山掉 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拉力 因为会形成负压 而这个拉力呢 就让水往上推往上拉 我们以前就说这三个 是水分无机岩 吸收跟运输的三大原动力 高一还说 这三个原动力谁最重要 增山最重要 第二名是根压 毛细作用是个辅助性质的 我们高一是这么说的 对不对 这么说只是让大家了解 它们的重要性 由高到低 但是一定都是如此吗 其实不一定 如果今天空气的湿度饱和了 我根本没办法增山 这时候你会发现 增山作用没有效果 虽然增山如果发生 它的拉力是最大的 但如果今天环境改变 增山不作用 这个增山的力量就消失了 只剩根压跟毛细现象 好 那这是那个 根压 吸收水 然后毛细作用 然后用增山作用来拉 来往上拉 以上是我们讲到 高一的时候 对于这些 原动力的介绍 像我们说到 水分上升高度跟 根压大小成正比 什么意思呢 你的根的压力越大 你当然往上推的高度就越高 对不对 这个概念好像哪里看过 你的压力越大 水被推上去的压力就越大 对不对 你这边给它大的压力 这边上升的越多 合理啊 对不对 你把压力转变成 未能储存起来 好 那下面只是跟你讲 怎么做的 根部的活细胞 活细胞才有办法 主动运输无极盐 然后使得 那个 那个浓度 低度建立 好 所以越里面 越里面的浓度越高 那只是根压力量 相对于其他 增山作用来讲 它比较小 所以根压 推上去的高度不高 所以草本植物 可以靠根压 把水运到叶子 灌木也可以 但是我们教室外面 那些桥木太高了 根压 没有办法把水打那么高 如果根压 可以把水打那么高 我们就不用消防酸了 啊 家里失火了 把旁边的树砍了 那个树干喷尸出来 马上就灭火 怎么可能压力那么大呢 所以根压有压力 但压力没有大到 可以把水 推到叶子这么高 不然砍树的人很危险 一砍完 那水喷出来 他把人喷飞一种 太危险了 然后这只是跟大家讲 高度越高 根压就越小 因为压力被消耗掉了 好 那这是供值的运输 这个图是另外的 表示的方式 也是很快的复习一下 供值体跟值体外 对 这是值体外面 在细胞的外面 供值体就在值体的里面 通过原生值运输 然后到内皮层的时候 就被卡四代堵住了 所以一定要进入到 那个内皮细胞里 这个三角形 就是蛋白质孔道 好 以上我们就把 那个高一介绍 水分无基因 吸收和运输的条件方式 先介绍 复习完毕 我们接下来就介绍 高三到底要教什么 好 好